欢迎收看《讲清讲楚》 新冠疫苗星期五开始就会有得打 外界对于疫苗的效用 或者可能出现的副作用 都有不同的讨论 自己又是否适合打 或者打哪种都有不同的疑问 我们今天就请来政府专家顾问 香港大学医学院院长梁卓卫 来和我们谈谈 卓卫早安 你好 我们见到星期五 已经有科兴的疫苗 刻意来复来到 可以是打得浸 不同的一些外界的讨论都觉得 之前的一些临床测试 好像数据 那个基数好像都不及得一个大型接种 几百万几百万的人数去比 究竟那时候出现的一些副作用 或者效力 能不能够作准 我们是否可以安全地打呢 所以我们要看回 其实不单止是第三期临床的数据 第三期之后 其实都已经是打了好一大群人 如果你说看回现在 我们是即时会在香港 有接种计划 那两个先 首先讲讲就是 譬如你说 科兴这一只 其实看回数据 直至到一月底的数据 看打了六百多万人的经验 大概如果你说 真是有一些非常之严重极过敏反应 我们叫做anaphylaxis 或者口肿面肿 喉咙都肿 喉咙都肿 呼不了气 这些这么严重的反应 其实讲的是 每一百万大概是一个 那这个就跟其实一般的疫苗 都是相约的 所以就不会有一个额外的风险 如果你看回另外一只 也都可能在再过一个星期 来到香港 这个BioNTech BioNTech 它其实是打了九百多 差不多一千万 是在这个经验发布了 也都在两个星期前 在美国的JAMA这个期刊发布了 它打了一千万的经验 看到那个严重或者极度的反应 大概是每一百万个是4.7个 所以它是事实是高一点的 但是你说是否完全不可以接受呢 这个不是 因为你说是每一百万剂量 才会见到无论是一个多些 或者是四个多些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见到 那个所谓最红线的一个基数 这个我们一定要把它减到最低 但是不可能是零的 任何疫苗或者任何药 都不会是零的 这个第一 第二就是说 如果你说看回比如BioNTech 为什么它会高一点 大家科学家 全世界现在都觉得 可能是跟它里面有一个叫PEG Polyethylene Glycol 这一个的添加剂是可能有关的 而这个添加剂PEG 或者PEG 其实它在很多的药物都会采用的 比如你去照大腸镜 那个的射药里面都会有 一些的胃药都会有 甚至一些的抗生素都会有常用的 所以为什么就是说 如果是打BioNTech的市民 要看看如果有很多药物过敏的反应 或者是有严重的烤喘 或者严重的敏感 这些可能真的要去问医生的意见 才好去打 所以这些就是我们所谓最极端的反应 其余的副作用 这个就不能说是一个极端的反应 其余的副作用 比如针口痛或者是它打完之后 尤其是比如你说BioNTech 这个德国的疫苗 打完第二剂 有不少人都会觉得有微消 甚至有些发冷 或者是一些作感冒的症状 所以最好如果你说 你选择打这种疫苗 你打第二剂量之后那一天 甚至两天 你都尽量可以留在家 或者是休息一下 但是很快 十二夜四个小时之后 就会没事的了 那这些就是我们要去衡量 大家关心就是那个比率 就是刚才说到就是说 可能在现在世界不同的国家 都有打到这两款的 复兴疫苗 和复兴BioNTech的疫苗 没错 但是就是在那个几百万人 会出现一两宗的话 大家都会担心就是 始终的或然率 看下去在香港 如果说我们大规模接种 几百万人 分分钟有机会都会出现 一至两宗这些这样的 严重的过敏反应 或者严重的副作用 会的 这个是大家都会知道 任何的药 任何的疫苗 都会是有这些反应 所有的药都会有风险的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是 要公开透明看数据 所以我们现在看两只疫苗 都不是说只是看它做了几万人 那个第三期临床测试 是看它已经打了 譬如你说 刚才我说 科兴是看六百多万打了的人 那个经验总结 而BioNTech 是看一千万人打了 那个经验总结 这个就看得到 就说 告诉大家 平时大概每一百万人 又会有一个 这些很严重的反应 不会是零 但是看得到一个就是一个 或者一个多一点 另外一个就是四个 四点七个 这样 这个就是如果你说香港 七百五十万人打了 你都会预计 是会有单位数字 这些个案 所以这些就是 为什么我们一定在疫苗接种中心 是要等三个字 至半个小时 如果是有什么事 即刻是会帮你去做这个急救 是送去医院 那这些在外国 都会是这样做的 现阶段就知道 就是我们有买的 其中两种疫苗 一种就是科兴的 已经到了 另一种就是 伏星BioNTech的 就快要到 我们分别说是这两种 就是最近的讨论 都集中在科兴疫苗上面 其中有一些的说法就是说 这种疫苗其实 其实世卫都没批准的 香港就已经开始打了 会不会是 就是对于这个评论上 专家怎么看呢 是不是一定要等到世卫先呢 我想大家要明白呢 针藥 不只是说今次新冠疫情 所有的针藥呢 其实世卫不是做 药物审批的工作的 为什么今次会这么特别 世卫有一个特别重要 或者吃虫的一个角色呢 第一是全球都不是 是从一个正常途径去审批针藥 因为它是紧急使用 第二呢 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世卫是会牵头 它有一个叫做全球的 新冠疫苗的共享机制 COVAX 它究竟是会不会 纳入COVAX计划 去派给不同的国家呢 它就要经过世卫这个审批 所以大家要明白 它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第二呢就是 其实在世卫的审批里面 它是让它进不进COVAX 而譬如你说英国的 AstraZeneca 阿斯利康这个疫苗呢 都是上个星期 它才是审批了 批准世卫 大家都有看到新闻 但其实它在英国 或者欧洲 在美国 其实它已经打了整个月 甚至没有两个月了 所以不会说是世卫 是不是审批呢 就是会令到 那个安全性 或者有效性 是承移的 这些永远都会是 自己本地的当局 那个国家去决定的 另外就是 復星Beyond Tech 那一只 大家一直听的版本就是说 一定要是 极低温雪藏 就是说是摄氏 零下70度等等 最近有些 药厂提供的数据都说 其实一些冰箱 已经是足够它 可能再放一个月了 就是会不会都影响到 我们现在 香港接着 去打这种疫苗的部署呢 香港来说 其实我们就一定是做到足的 就算你说 放普通冰箱 -15至到-25度都OK 我们都会放-80度的冰箱 那香港是有条件这样做 两个原因 一我们是比较富庶的地方 我们买得到这些雪柜 第二就是 香港的电网 是比较稳定的 比如说你看美国 德萨斯州 全省都是去停电 那如果我们没有停电 也是电网是巩固的 也是买得到这些的 我们一定是 就算你说 你雪-20度OK的 我们都会雪-70至80度 所以这个对于香港自己的部署 没有什么大的影响 反而就是说 究竟我们是这两种疫苗 我们其实不是说看它有没有雪柜 我们不是一些的发展中国 我们反而就是看看 究竟知道了安全性的比较 究竟它的有效性是有多少 还有大家自己有不同的 心目中有些考虑 或者自己个人的医疗史 都是要去帮你决定 究竟去选择哪一种 除了安全是打不打这些针的考虑 大家都有一些讨论 就是关于有效率 最近一些讨论就是说 看到两种疫苗 即将有得打的 科兴的可能是去到五成 大概左右 补针的话都可以去到六成 然后就到Beyond Tech那种的话 可以去到九成 大家就可能纯粹从疫苗的有效率 去比较的时候就觉得 似乎里面有一种是比较优性 是否不可以直接这样比较 是否不可以将九成和五成去比较 如果我们是最严谨的 在科学上面 我们做所谓head to head comparison 这个才是最可靠的 即是说你是在同一个三期临床研究 大家是有不同的做法 一种是打科兴 一种是打Beyond Tech 一种是安慰剂 那你三个head to head comparison 这个是做到最严谨的 但我们其实在现在这个所谓 紧急应用 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 但是我们会做的 就是说可以见得到 你是安慰剂对Beyond Tech 安慰剂对科兴 我们这些见得到 而两个数字都可以比较到 大概预计 我们是哪一个所谓的有效率 可能是比较高些 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说 这个有效率 其实你除了看现在的数字 也要留意 也比较少人去说 是一些所谓变种病毒 变种病毒 如果你说B117 在整个欧洲 其实已经差不多 是有五成至九成 都是这个变种病毒 如果它万一来到香港 究竟这两个疫苗 哪一种可能会比较 可以抵御得到更多呢 另外就是在B1351 这个最初在南非发现的 又会是怎样呢 所以我们去看这两个疫苗 都要看它对潜在这个变种病毒 尤其是如果你说真的可以飞回 有限度地飞回 不要说旅游 商务的旅游 你都可能是要看这些 所以也是你自己个人接种 也有一个考虑 大家公众看来就觉得 有一只可能是去到九成的 有一只去到五成的 选择是否应该要选择 是保护率高一点的 来给自己接种呢 应该怎样考虑呢 除了说看有效率之外 有效率我觉得是有参考价值的 虽然不是去到最严谨的 所谓head-to-head comparison 但是你说如果你看那个变种的病毒 我们都要参考那个所谓的测试 这个在实验室有做过测试 临床还没有这个数据 那即是说我们看得到 各个不同的疫苗生产商 它都会去打完疫苗之后 抽一些已经接种了疫苗 两剂疫苗的血清出来 接着拿去实验室去做一个比较 如果你说看回比如BioNTech 这个呢 其实它在上个星期 刚刚在这个New England Journal 出了它的结果 那个结果就是说 如果它对B117 即使现在在欧洲 已经差不多全部流行得很重要 那个变种病毒 它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它对南非B1351 这个病毒株呢 其实它会跌了六成的 它那个所谓的抗体 但是跌了六成也好 它都会有效的 不过就是可能 会比起现在 你去看它的九成半的有效率 可能会低一些 如果你说看科兴的 其实它都会上个星期 它是有经过外媒 是出了一些结论的 它都有做同样或者类似的实验 它看得到就是说 其实对于B117 或者B1351的 它说都是有效的 但是它就没有直接去说 它的数据是有多少 这个我觉得 看回有待发表之后 也都可能是有一个参考价值的 所以尤其是如果你说 你是看来近这半年 或者一年 其实你说 无论我们那边防守得多紧也好 可能因为这个B117 和B1351这个病毒株 其实它的传播性 是比起我们 现在流行中的病毒株 是会高五成至七成的 所以这个就会 令我们比较担心 也都是疫苗选择 都要去涵盖它 除了说对于病毒株的有效力 是不是和整体的有效力 是相匹配 大家都会留意到 就是那些数据出来的时候 有些是说重症 那个保护力 又和可能是不同年龄层 又不同 那个是怎么理解呢 就是有一些疫苗 可能它本身是 整体保护力可能只有五成 去到重症是百分百的 而我们也都见到 有些的疫苗是说 年纪越大 保护效率好像越高 应该怎么选择呢 就是市民看到这些数据的时候 年纪越大 会越高 其实就不会有这个现象 通常疫苗 年纪越长的人 它会对于产生免疫反应 它是会比年轻子女 是会差一点点的 第二就是说 你看回会不会是一些重症 它真的可以保护到你 这个是真的 但是呢 现在我们第一代 无论你说科兴好 BioNTech好 或者是阿斯利康好 它不是去保你不感染 它最主要都是保你不会大病 或者不会重病 或者不会死亡 所以如果你说 你看这些数据 在BioNTech是看得很清楚了 在科兴呢 其实它的最初步的数据 都是同样给得到这个讯息 但是它那个95%的 那个自信的上下框架 上下限的下限 世卫规定是要三成的 它就不到三成 而最主要就是因为 其实它未累积够那个症 所以这个我们看得到 应该它都可以做到同样的保护率 不过如果你说我们最开始 由九成半 可以无论是病毒株好 或者是一些年长一点的好 它是慢慢慢慢会是要打折头的 如果你是由95%打折头打下来 可能你会有多一点的空间 给你都会是有信心 无论你看是不同年龄群 或者是它是不是可以帮你 是完全不受感染 都会可能会比较多一点的空间 是走赚 不过也都会是有多一点的副作用 和那个所谓的很极端的过敏反应 所以这个就是大家要衡量了 刚刚你讲到就是说 目前我们已知可以打的两种疫苗 其实它防止的是一些重症的出现 就是感染之后的病征可能没有那么厉害 没错 就不是防止一个感染 其实这个打疫苗 达至这些目标的概念 在不同的疫情阶段 是不是都不同 现在香港其实稍为压下了疫情 是不是对于打针 导致它将来感染的时候 没有那么严重的病征 可能需要比起一些正在爆发的时候 是不同的 其实如果你等到它正在爆发 你才再来打 你是有一个滞后 大概是一至两个月的滞后 因为你记住 打第一针和打第二针 如果是科兴是28天 如果是BioNTech是21天 如果是英国阿斯利康是12周 即是三个月 所以你有一个滞后的情况 最低最低限度 你要等第二针之后的两个星期 才会有完全的保护力 所以你说的是 你做得来 可能到时 疫情又是来 第五波第六波来 你才个个去涌打 第一太迟 不会即时保护到你 第二 可能排长龙 未必够疫苗的供应接种 所以大家其实是防患未然 真是说 如果是排到你那个组别的 尽快尽快去打针 港大医学院 即是未来都会营运 其中一间的疫苗接种中心 会不会有些研究在那里做呢 即是当大家外界觉得 那些数据好像不是很足够 外面打针的人 是临床试验的时候 数都不是很多的时候 本刚会不会自己做一些研究 会 我们有很多不同的专家 都会为市民去做好把关 因为第三期临床的数据 都是有限 所以我们都会看回实际的经验 第二就是有些群组 其实是在第三床临床的数据 是未有得很清楚的 譬如小孩子或者青少年 究竟他们应不应该打 或者他们打了反应会如何 这些都会做 第二就是在成人的组别 尤其是在一些优先的组别 我们都会看回 究竟是否真的有些过敏的反应 如果是怎样的原因 究竟安全性是怎样的 我们如果是以数百万人计 打了之后 我们会不会 如果看到有一些所谓信号 是否在这里 我们是未曾经见过的 这些我们是否应该要特别留意 这些我们全部都会做 所以我们在我们自己的接种中心 都会是自愿性的 当然是希望帮市民 是会再去把多一重关 看得清楚些 会怎样追踪呢 市民来到如果我说自愿去参与 这个研究计划 我们其实有四五个不同的研究计划 所以每一个都是一个不同的目标 这些我们会在我们真正的 接种中心开始的时候 我们都会广泛去给资料给大家 希望都是帮大家去做好信心 还有让大家都知道 其实我们都会看得很紧 疫苗未来的时候 其实大家都会问 究竟自己适不适合打 你自己又怎样呢 未来疫苗就到了 你会怎样选择 我一定会打 也一定会在第一时间打 因为我觉得是个道德责任 如果既然港大医学院 是去帮忙去做接种疫苗的工作 也是有一个接种疫苗的中心 我会是第一批去做 而我觉得这个 如果我能帮人去打 我一定要自己去新鲜市出 是吧 有一个示范的作用 第二就是 因为我自己本身的专科 都是做环球公共卫生 所以无论是在世界 过去这十年八载大的疫情 都会是要跟世卫去出差 早在2014、15年 在西非医波拉病毒的时候 我去了西非 那时候都是要去做出差 去年二月也都跟国家和世卫 是做了第一个联合专家组的考察研究 所以其实如果我是要去继续做这个环球卫生 我也都是要去接种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责无庞态 政府官员就说应该尽早打 就是他们下个星期都会打科兴 为什么会等到到自己的中心营运的时候 才再去打呢 我其实觉得很简单 就是如果我帮别人打那种疫苗 我一定自己会打同一种疫苗 这个我觉得是很简单的 第二就是正如我所说 香港可能守关系守得好 不会有外来的病毒株 或者变种病毒株 但是当我要去做出差 要做这些工作 我一定要考虑那方面 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理所当然 估计那个疫苗接种 就是那个反应会不会都很好 还是都好像现在市面 都好像不是很愿意去打 我希望会是反应是好的 因为疫苗如果你是做得多接种 你是可以第一保护自己 第二是保护家人 第三就是说 你也是逐渐会可以有部分的社交距离措施 是可以会慢慢去收回 好 今天先听到这里 多谢你上来讲声讲座 下次再见